作为古代最精彩的历史片段之一 三国时期的故事一直广为后世流传 再加上现如今不少作者们对三国演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以后 这一认知就成为了人们相互流传的网络流行梗 可事实上这纯属胡说八道 真实历史上的选择应该是未属号人妻三国权势基 尤其是三国时期的曹操 对寡妇的喜爱程度更是广为人知 无论是否读过三国 大家都一定会对曹梦德与人妻有所了解 只是被评为乱世之奸雄 致世之能臣的曹操 真的单纯贪图寡妇美色 答案或许不应该这么武断 也唯有了解曹操所选择的寡妇以后 才真正明白 他之所以会被称为乱世枭雄 绝不是空学来风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莫昧起来聊一聊曹操偏爱寡妇的故事 1.曹操 公元155年曹操出生于佩国桥县 是东汉末年有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文学家 以及诗人 前面几个头衔暂且不谈 就曹操所著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其文学艺术成分 就值得人们肯定 年仅20岁的时候 曹操举孝联为郎 受洛阳北部位 又升任齐都尉 参与镇压黄金叛乱 绝对算得上年轻有为 随后 因董卓乱政 曹操散尽家财 联合袁绍 袁术 公孙赞等 十八路诸侯 共同起兵讨伐 就这一阶段来说 曹操对汉家天下的忠心 也不容置疑 只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曹操占据远州 分化右翔黄金军 并且先后击败袁术 陶谦 吕布 袁绍等部之后 曹操的野心 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庞大 至此 邪天子 以令诸侯 成了曹操最基本的政策方针 面对如此枭雄 三国时期 各路诸侯 都喜欢以曹贼 称呼曹操 尤其是 残害 吕伯舍一家人的事情 曝光以后 世人对曹操的认知印象 更加恶劣 如此凶狠残暴的一个人 竟然能够发展成为 三国时期 实力最强大的一路诸侯 合理却不够公平 然而事已至此 即便再怎么不甘心 孙刘两家 也只能联合抵制 共同抗敌 想办法维持生存 事实上 在曹操统一北方的 整个过程之中 其他诸侯 曾经有无数次机会 打败他 可给了他们机会 诸侯们却不中用 这实在怪不到曹操头上 以关渡之战为例 袁绍的整体实力 远远强于曹操 结果依旧打了败仗 这和曹操本人 有什么关系 如果袁绍更争气一些 或许南下开展 赤壁之战的人 也不会是曹操 甚至不仅是袁绍 就连刘备都有机会 除掉曹操 《三国志》中就曾记载 彼时刘备 关羽和曹操三人 在许多狩猎过程中 脱离了大部队 关羽暗中询问刘备 不如将曹操弄死 一走了之 结果刘备顾其仁义之名 同样放过了曹操 倘若关羽脾气再大一些 或许都要骂一句 数字不足以谋了 由此可见 曹操能够成功 和他自己的才能 以及诸侯们的优柔寡断 目光短浅 都离不开关系 可如此枭雄 为何会钟爱寡妇呢 要说他是对美色贪恋 或许不太现实 毕竟就鄙视曹操的身份地位 以及个人势力来看 曹操想要搜寻美女并不困难 而说这是性格上的特殊喜好 也不一定 毕竟寡妇之多 曹操也没有全部收入账下 其实原因很简单 其一就是曹操收服寡妇 不仅仅只是为了让寡妇们 和自己同席共枕 而是想要借助寡妇的影响力 顺利掌控相应的势力 以张继老婆邹氏为例 曹操当时取邹氏为妻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借助邹氏的身份 让张秀看在自己婶婶的面子上 主动彻底地站在自己这边 这样一来 婉成就算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而自己也能够收获一员猛将 只可惜曹操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终究没有把握好其中的分寸 如果曹操选择光明正大的追求走势 或许就算张继知道 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汉朝对女子的束缚并没有宋朝那么大 女性成为寡妇以后 改嫁的自主选择权也比较大 可曹操久宴之后 完全没有了往日枭雄应有的沉稳 反而觉得自己的行为十分霸气 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 张继再怎么窝囊 也不可能让曹操如此羞辱 于是曹操不仅被张继搞得丢亏弃甲 甚至就连自己的大儿子曹王都站亡于晚城之中 如果不是于静等武将救援及时 估计曹操自己都会交代在晚城 而后来的发展也证明这一猜测并没有错 当关渡之战爆发时 贾许再次建议张继投降曹操 原本所有人都认为曹操会为儿子曹王报仇 却没想到曹操根本没有将当年的事情放在心上 罚重用张继 让他在关渡之战英勇奋战 直至曹操去世 张继都没有受到影响 甚至还被破格提拔为破枪将军 其二 曹操收服寡妇 或许也是为了笼络人心 恩威并继 让手下对自己更加幸福 以吕布的部将秦一路之妻杜夫人为例 《三国志》中记载 当时曹操刘备和兵攻打吕布 即将破城之前 关羽专门跑到曹操身边 请求曹操将杜夫人赏赐给自己 对于关羽的请求 曹操欣然应语 可曹操没有想到 关羽提出请求以后 又连续多次提醒曹操 这就让曹操十分不爽了 好歹是一方势力的老大 答应过的事情自然不会反悔 可关羽一次又一次地告知自己 摆明着就是不相信自己 试想一下 陈子向君王请求赏赐 在君王已经同意的情况下 陈子仍然多次提起 未免也太不给君王面子 为此 曹操在破城以后 将关羽知道其他地方 自己悄悄将杜夫人 收到自己的后宫之中 尽管后人评论曹操 此举史书好色 不地道 但就曹操枭雄的性格而言 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比较正常 古代的君王 或者说上尉者们 最有意思的特点便是如此 他们可以给予 可以赏赐 但陈子不能主动要 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发生变化以后 君王多半会因此记恨 君王不会多说什么 往往只是将陈子的行为 记在小本本上 等到以后找到合适的理由 秋后算账 这就像汉初时期的韩信一样 刘邦本来就准备赏赐韩信 结果韩信主动申请异姓王 这就让刘邦内心 有了韩信打算自立门户的想法 当怀疑的种子开始生耕发芽 韩信悲惨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不过曹操不同 他有仇有能力的情况下 报仇从不隔夜 关羽既然不给自己留面子 那如此美丽的杜夫人 也没有必要留给他了 不仅如此 收服杜夫人以后 自己还可以笼络吕布就布 关羽虽然勇猛 但和一整支军队相比 还是不够分量 就这样 曹操成功找到说服自己的借口以后 横刀夺爱 关羽内心虽然十分不甘 但也完全没有办法对抗曹操 只能化悲愤为动力 过五官斩六将千里走单旗 而后人常常说曹操好色 见一个爱一个 想办法抢夺各种寡妇 可了解曹操和原配丁夫人之间的感情就知道 虽然丁夫人一生都没有给他生过孩子 但两人之间的感情 却并非其他女性可比 更重要的是 在天下和美女之间 曹操究竟会做何选择 相信大家心中也有自己的答案 周王无道 是因为一门心思都在打起身上 周幽王烽火系诸侯 也是为了博包四一笑 甚至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 也同样是因为 李隆基后期独宠杨贵妃 导致对朝政的荒废 而这几个君王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独宠一人 但曹操却并未这样 他从来没有独宠过任何一个人 这样的人 后世可以说他好色 却绝不会说他因为女子 而耽误了争夺天下 由此可见 曹操对寡妇的收纳 完全可以看作是 独特的政治手段 借助这样的方式 成功扩展自身势力 让权力更加集中 也让手下的人 更加信服自己 当然 也有人说三国演义之中 曹操残害良草运输官王后以后 也对他说过 辱妻子无养之 辱物虑也 这大概只是曹操个人的恶趣味 而正史之中 也从未记载过 曹操将王后妻子收入后宫 毕竟对曹操来说 其他诸侯的妻子 可以收服 但对自己的手下动手 那就太不地道了 也难怪曹操提前抢占征服以后 曹操痛心疾首 却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表示 不知道大家对曹操偏爱寡妇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